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克志尔 今天我要吃一个汉堡 然后还有一些网红的甜品 这个很火的芋泥麻糬盖背 还有这个布丁麻糬塔 我先开一下可乐 这就是里面套餐搭配的可乐 下面就是一层牛肉,还有培根这些 好吃 中间有很多酱,还有生菜 我还点了酸黄瓜 这个真的好好吃 它中间那个牛肉是看得出来是那种很好的牛肉 他们家说是那种手打的 OK,味道也挺像的 这个里面有培根,松黄瓜,还有...嗯... 还有蘑菇 来个炸鸡腿 这个好吃 咩咩 什么牙 这瓶其实还有一块芒果 是我第一看我拍视频 非要塞给我 就是说让我 在视频里面吃吧 先吃这几个 这个是布丁麻糬塔 我之前去香港的时候 有吃过这个 但是它的大个头 肯定是比这个大的 这个有点mini 这个有点小了 重点是这种非常非常软滑的 那种布丁 但是它不甜 就是那种很纯很纯的奶香味 这个好好吃 外面这个皮就是像那种 麻糬的一种质感 然后里面就是这种 咚咚的布丁 它甜度把控的真的很好 就是那种微甜 然后不会让你觉得腻的那种 好好吃这个 太好吃 我把我弟叫进来赏一口 我之前去香港已经吃过 他还没吃过这个东西 嗯出去吧 我以前吃麻糬 就总想它中间能不能来点馅 然后这边就是那种 有馅的麻糬那种感觉 好吃 炸鸡腿 嗯就是鸡翅 来吃这个芋泥盖背 这里就是一层芋泥 然后面包体 还有这个麻糬 上面就是那种奶盖一样的质地 这个之前在网上好火 然后我看到家里附近有开就买了 奶油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干罢了 就是它的甜度什么 因为都是跟刚才那个麻糬衣甲店 就是把控的很好 不会厚甜 面包体它是那种没有很湿润的 是那种 很干的这一种面包体 像和那一种 没有 没有一点奶茶的 纯纯的那种收鲜槽的感觉 好像放着 待会有地址 尝一尝这个芒果 非常大一块 它是专门给我包的 我真的还挺开心的 给你们看看 特别大一个 我还挺高兴 就是我弟能给我 吃一些东西的 他每次 哪怕他去用什么雪碧拌饭 可乐拌饭 或者拿那个锅巴 去拌那个饭 他喂我吃 我都会吃的 就是 我怕我这次不吃 小孩下次他就不想给 然后我每次吃完 我还会说谢谢 会夸他 会感谢他 我人账比较好 像有时候我 比如说拍摄啊 会弄什么东西 就是杂七杂八 东西要弄很多 或者说打这个光 然后呢我就会叫他 叫他他就很乐意去帮我干 他就会觉得 自己肩上是 有点责任感的 我就觉得 很开心 他也很开心 它蒙古好甜 里面的水分也很多 好了 希望大家国庆愉快 然后可以吃好喝好玩好 我觉得在家里也是很不错的 像我这几天的话 有出去玩 但是也有只爱讲 我觉得两种体验感都很不错 就是照顾好自己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